在我印象当中,我记得这是第一次 来自全球20个最强经济体的财政部长 没有能够成功地讨论自由贸易 蓝简特·桑德胡 来自于伦敦STOR政权 本周我们看到了一批积极的欧元区数据 包括欧元区企业增长位于6年高位 那么你认为积极的数据 能够给欧元对抗全球不确定性 例如美国和英国退欧形成支持吗 欧元的数据强劲的结果 的确令人感到意外 从政治角度来看 例如德国、法国大选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希腊之间的问题 欧元区也承受着很大的压力 面临着英国退欧是一方面 我认为特雷沙美会在下个星期三 触发第50项条款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还能够拥有强劲的数据 的确让人意外 从市场交易者对这一期数据的预期来看 有些情绪化 看低了欧元区部分地区的经济 尤其是在法国和德国的数据 强劲的情况下 我认为同样的道理 我们也需要意识到 在部分数据统计中存在弱点 就汇率的走势而言 我们看到 欧元英镑货币队已经被推高 但是价格仍然在基于0.8650的基础上浮动 价格与前几个星期相比 有所下跌 我非常地看好短时间内 欧元会走高 但是在下半年 欧元的优势会逐渐地消失 在G20国家首脑会议后 欧盟的财政部长非常地关注自由贸易 投资者应该要如何看待自由贸易协议呢 我认为这真的是个问题 你知道的 在我印象当中 我记得这是第一次 来自全球 20个最强经济体的财政部长 没有能够成功地讨论自由贸易 因为这是他们会议的舞版之一 他们总是会讨论自由贸易 讨论应该如何杜绝保护主义 还有其他因素 毫无疑问的就是 特朗普政府像预料之中的那样 开启了保护主义模式 尤其是把边境政策的调整 看成是主要的政策之一 这并不是巧合 其余19个成员国并不喜欢这一点 所以说决定了不进行讨论 这很危险 特朗普是一位危险的总统 因为围绕着整个会议 最大的主题是自由贸易 自由流动 讨论各国边境之间所能给予的便利性 所以我认为他是一位危险的总统 这一切也可能是迎来贸易壁垒的前兆 那么给市场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我认为也会带来负面性的影响 会导致贸易的减少 可能会导致贸易战争 所以我对于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情感到担忧 德国可能会是最大的输家 因为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 非常坚定地反对孤立主义 保护主义 看起来特朗普正在对抗其余的19个贸易国 并且他赢了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坏消息 好的 最后你是如何看待美元继续贬值的呢 在我看来这同样令人感到意外 因为很明显 叶伦将会继续提高美国的利率 我们已经看到了2017年的加息计划 在今年剩余的时间里 至少还会进行一到两次的加息 之前以为这可以提振美元 我们再来对比一下 欧元美元的价格 价格从一个月前的1.06上升到了1.08 获得了一定的提高 我认为就目前来说 我更加看好欧元对美元会上涨 但这是短期内的走势 也许在未来几个月里会持续这样的趋势 欧元会继续上涨 意味着美元会下跌 欧元美元会进入到牛市 但是我认为最大的负担是希腊的局势 因为很多人都忽视了这一点 就是希腊正在再一次寻找一笔援助 当然是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援助 同时欧洲央行也参与其中 如果他们无法达成一致的话 希腊经济何时能够恢复正常呢 我认为如果不是在今年就是在明年 可能英国退欧也即将发生 就欧元的长期前景而言 我的看法是 不建议长期买入欧元 我认为在这些政治性的事件发生之后 欧元会出现严重的下跌 好的 感谢您的参与 以上就是本周的一周回顾的全部内容 周一将会为您带来一周预览 所以敬请关注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